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与凤行备受央巴喜爱 三台电视台齐发预告,赵丽颖魅力无限 12月12日,央视电视剧官方发了一则海报,喊话众网友来猜剧名 紧接着,神通广大的网友们就立马抓住了关键要素,将与凤行七夕海报照片搬了过来 这对照看过后,还真是让人忍不住的要大声尖叫一番 难道央视也要进军仙侠剧之列?如若不然的话,这COS的电视剧海报要做何解释呢? 没多久,有网友找出了更多的蛛丝马迹 原来近期赵丽颖还给央巴录制了一段电视剧片单发布的活动视频 这前后一联系是不是就更让人相信与凤行要上央视了呢? 按照以往央巴排剧的风格,古装剧根本不可能排得上,何况还是古装仙侠剧呢? 虽说当年央巴也给孝战开了个先例 但毕竟这种情况还是少的 所以当与凤行的海报被搬出的那一刻 众多网友都开始不淡定了 要知道在这之前,与凤行那是连续被两家卫视同时选上 并且还都是排位前几的高收视率卫视 可见这部剧的吸引力是有多强了 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当属赵丽颖本人了 赵丽颖的作品,确切来说没有不成功的 她是流量艺人,但绝不用流量来掩盖实力 看看她这一路走来的作品就不难发现 她不是一个愿意待在舒适圈的艺人 她想突破,但也不放弃自己的强项 所以风吹半下才能如此成功 而与凤行这样题材的电视剧又让人觉得是阔别已久 你不得不感叹赵丽颖挑剧本的眼光 确实是抓人心的 而与凤行这部剧还有一个大看点 那就是将弥补处乔船中的遗憾 和零更新再续缘分 可见这一招还是很好使的 还有在这部剧中赵丽颖是首次当监制 也是她独立出来后的首部作品 所以她势必要打一个响炮 这估计也是一部仙霞 具能获得央视偏爱的理由 毕竟先前赵丽颖的幸福到万家也是以这样的方式 被央视宣传的 再加上赵丽颖在口碑是极好的 互通互利的结果双方肯定是都愿意呀 眼下看来赵丽颖不单单是有流量 还有很高的远见 央视这样的大平台可不是随便一部剧都能上的 即便不能守旧 要推陈出新 可央视肯定也有自己必须保持的基准在 最起码一人的口碑和影响力是不能走下坡路的 单说这一点 压赵丽颖就对了 不过奇怪的一点是 当初与凤行在备案的时候 确实只是以网剧播出的方式 而既能够被央视和两家卫视同抢 可见赵丽颖的趋势绝非一般人能比了 除此之外 赵丽颖今年也在开辟自己的电影之路 电视剧行列她已经算是到了顶端 再好也不过如此 所以电影之路是她势必要走下去的 身为演员 转型是很不容易的 可赵丽颖却一再地进行尝试 不能说她的每一次转型都是成功的 可最起码是能拿得出手的 在这样的趋势下 与凤行能上星央视也就没那么奇怪了 所以赵丽颖在自己的事业规划上 最起码在剧本的挑选和角色的安排上 还是很有一套的 她是非科班 但她敢于突破 更愿意去尝试新角色 她是顶流 但绝不让自己摆烂 让自己对得起顶流的名称 如此赵丽颖 岂能不让人喜爱 备受期待的电视剧与凤行 备受央巴的青睐 海报放出 三大电视台争相发布 这个备受瞩目的剧名和赵丽颖的出色表现 再次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赵丽颖一直以其卓越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闻名于夜内外 她在之前的作品中 不断展现出令人赞叹的表演实力 赢得了众多粉丝和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央巴对与凤行的青睐 证明了赵丽颖在夜内的地位和影响力 作为该剧的主要演员之一 赵丽颖展现了她的出色演技和独特魅力 再次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 赵丽颖的表现让人们对与凤行更加期待 她的演技和魅力在屏幕上发挥着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相信这部剧会因为她的出色表现 而受到更多观众的喜爱和关注 赞助商争相走向王一博 从街舞到跨年 或登央视新剧合作 厉害了王一博 这个月关于她的消息可是一波接着一波 从盛典红毯到代言 从封面到作品 蜂拥而至 每天都是新鲜的讯息不间断 这波天的忙碌 谁能懂 王一博所在即是热度 更是招财小金珠 哪里需要去哪里 背后跟着一群赞助商 难怪各个圈层都这么喜欢她 且不说这就是街舞第六季开播后 无时无刻不提及 没有对比就无法懂的 王一博对街舞的价值所在 更别说带给街舞的红利有多少了 话不多说 这次王一博确定回归湖南卫视跨年 这个消息一出 各大赞助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目前都突破好几位数 芒果这次可是乐开了花 更别说抢票了 开了两轮后 已经超额完成任务 直接受空 抢不到 根本抢不到 要知道这次王一博回归 新歌新舞台 好久不现 多少人这一两年都没见过她 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机会 哎呀 这就是王一博的人气 哪里都想着沾沾王一博的红 蹭上一波就是转翻天的节奏 芒果这次不用着急跟江苏争了 王一博回归 收视就有了保障 更别说自己这边还有披荆斩棘的哥哥 乘风破浪的姐姐们 我们只需要坐等看王一博就好了 这么多的赞助扎堆来 颇天的富贵 总会让人开心 这就是王一博的商业价值的红利效应 自成一派 都知道王一博在业内的口碑不错 合作的人都对他和整个团队的认可度很高 从来没有因为红而提出过要求 反而更加谦逊有理 配合度也高 跟王一博合作的品牌 获利是颇丰的 不但品牌形象得到提升 而且带非销量的同时 还实现了年轻化的转型 提高业内声量 这才会有王一博多在 自然赞助商都会飞奔而来 无论是互利共赢 彼此成就 其实这对于王一博而言 更是增加了他的责任和担当 不过这次我们还是说一下 王一博的新剧长风破浪 目前有消息说会上新秧巴 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 只是王一博帮着宣传 并非确定上兴 开心的是 不妨碍我们的陈宇再度上兴 那就是在山东卫视13日上线冰与火 这部剧让江苏卫视尝到了破天的富贵后 这次山东卫视更是提前五天预热 哎呀 想想都开心 陈宇来山东了 热情少不了 大葱煎饼安排上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须的 我们山东人民的热情 都是实打实的 保质保量 陈宇来了 就等于王一博来 丈母娘们都迫切期待着你 体制内的向来是山东女婿的标准 这次陈宇不得捧上天了 说了这么多 王一博作为吸金小能手 从各大卫视想着他的剧在自家播出以外 还有不少王一博的好消息也会扎堆来 年底的快乐怎么可以少了王一博 这次的跨年会有新歌新舞台 我们又可以看到跳舞的王一博了 确认回归湖南卫视后 暂助商蜂拥而至 排成排的扎堆来 门票更是上线几秒空 根本抢不到 两轮下来 不到一分钟就受空的节奏 要知道好多人都是奔着王一博而来 何况这是跨年 娱乐圈的狂欢 明星更是扎堆 视觉盛宴 比演唱会还要好看 票自然是抢不到的节奏 实属正常 听闻除了湖南跨年晚会 王一博的行程中 我们还发现他会参与到央视的跨年录制中 一句话 这个跨年 王一博的舞台部会让人失望 开心的事情怎么会这么多 小肥妖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这要怎么夸可好 夸不完 根本夸不完 王一博一出现就是热度 话题停不来 前有下日度假风造型 后有封面素颜卷发 不同的妆容下 看到了不一样的王一博 一顶草帽引发了时尚圈的惊涛骇浪 出圈的表现 让人眼前一亮 相加少年的名号其实浪得虚名 封面的素颜出镜 更是成为当下的话题地带 一个卷发 一个素颜 这次主推一个货真价实的王一博 感受到与众不同 也别具风格 这么大胆的尝试 没有点勇气 谁能扛得住 好了 小肥妖的快乐在后面 那就是这就是街舞的录制 王一博确定在参与 能看到他回来 瞬间精神了一样 在自己的领域里 总会发光发彩 街舞是王一博的领地 自然是备受瞩目 这里成就了彼此 让我们开始了解街舞 更让不少人看到了王一博的魅力所在 不知道为什么 总会看不够王一博的跳舞 他的身材比例 跳起舞来自带光芒 随便一扭 就能够扭进人心里去 随便一跳 就自带美感 开年的惊喜 也许回归街舞的录制 带来不一样的舞蹈秀 是我们期许的 街舞是王一博的领地 没有他的街舞 也许很多人都忘却了这档综艺 不过这里承载了很多 他的回归 带来的意义和价值也不同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无论是跨年回归 还是街舞 情怀两个字 也许是王一博带给我们新年的一份祝福 享受其中就好 开开心心迎接每一天 王一博一直是多才多艺的艺人 无论是在街舞舞台上的精彩表现 还是在跨年演出中展现的魅力 都充分展现了他的多面才华 他所展现的实力和魅力 吸引了众多赞助商的青睐 这种认可和信任 让人对他在未来的表现充满期待 王一博不仅在舞台上有着过人的表现 更在影视剧领域有着不俗的造诣 有消息趁 他可能会参演一部即将登上央视的新剧 这样的合作预示着他在演艺事业上的不断进步和成功 他的表演实力和受欢迎程度为他赢得了更多机会 成为众多品牌和项目追逐的焦点 王一博不仅是一位舞台上的巨星 也是商业合作的热门对象 赞助商们看中了他在娱乐界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这使得他成为了众多品牌追逐的焦点 他不仅在舞蹈领域表现出色 在音乐、影视等多个领域都有着杰出的成绩 这也是他被受青睐的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王一博以其多才多艺和在娱乐界的影响力 吸引了众多赞助商的青睐 他的才华和实力在不同领域都得到了认可 这种综合实力让他成为了娱乐界备受追捧的艺人之一 他不仅在舞台上有着耀眼的表现 也在商业合作中展现出了无限潜力 这样的成绩令人期待他在未来的更多精彩表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